柯兰里最遗憾又最震撼的案子 柯兰和高木被歹徒关在电梯里 上面还有定时炸弹 而且只有等到爆炸前三秒才会给出提示 而这个案件的凶手 也正是让锦校五人主的邱元和松田牺牲的人 一场跨越七年的复仇之战 一开场紧张的气氛就笼罩着 恐怖的定时炸弹 警察也封锁了街道 拆弹主都等待着居民的撤离 爆炸处理科的邱元炎二爷早已再次等候 原来是这座大楼里被犯人安装了定时炸弹 他的好友松田已经一个记得着吹他了 但他说定时器已经停止了 不用太急 一说起自己觉得防暴服他笨重而没有穿 就被熏吃了一顿 炎二觉得一点小儿抠了这炸弹 随便动下手就行 然而炸弹的技术器突然又亮了 只剩下了六秒 他急忙就带在快跑 已经快来不及了 自己也拼了命的逃离 然而最后还是倒在了爆炸之中 松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 嘴里默念着秋元 中原里绕木甲瓣松田 我会每次都出来て 上沙发都要不好 地点 arte 快回来 每个字都写上 很简单 每个字都写上 都写了 太之分 每个字都写好了 你们鑂得 被准备 得起来 我会把 我都写了 而法度 我只是发现 只是多種 这样子 在冷藏 不知 你不知 可不知 被 不知 这一样 可不知 不知 甚至 未知 不知 可以 I buy on the fake exterior Inferior, you know I'll always be a bit superior Get off of me, this ain't no humble brag I want you to hear words, you can say them back I want you to feel free from the chains that last And to believe in what you got, it was built to last Yeah Now that I've been put through I never got anyone's help I had to do it all myself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m gonna learn the consequence of being incompetent Mental health is confidence, dreams and some honestness I'm not here to save the day, lots for you to take away I could play a million mind games, but instead I say Something not illogical, something that is typical Rub it on and watch it go I don't know if you just believe in The police of the incident又再次发生 直奔警示听得人而来 白鸟警官差点遇害 从暗号的内容来看 那边要了邱鸳和松田命的爆炸犯 他又回来了 这一次绝不能有人再牺牲了 然而这一次犯人的对象 同样是佐藤恋人的高木 克兰他们推提出了暗号位置 于是和高木一同过来 由于爆炸的原故 电梯卡在了中间 尽管佐藤多次劝阻 但是听到有个小女孩在里面 便决定前去救援 这一切其实都是犯人的陷阱 电梯上早已安装了定时炸弹 正当他们救出了小女孩后 犯人按下了开关 克兰和电梯一同被炸了下去 自己也临时冲了进去 现在被关在了里面 然而电梯外面 又是和几年前一样的那个水银定时炸弹 发生抖动便会爆炸 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 看样子犯人这次 又会像上次那样不给他们活路 而且此时犯人还在偷听他们的对话 以防他们逃跑 唯一的办法就是空运拆弹工具下来 让克兰来拆弹 剪线的同时 克兰也推理出来了下一个爆炸位置 而此时炸弹显示器上 出现了同样的一幕 需要前三秒才会显示下一个位置 在爆炸前 两人在电梯里坐着最后的倾诉 似乎也告知了他自己的真实身份 正当大家都伤心欲绝之时 克兰剪掉了那根线 虽然没有看到显示器的答案 其实克兰早就推理出了下一个爆炸地点 而顺势也抓住了歹徒 解除了其他地方的炸弹 然而雪趁气不被逃了下去 佐藤立马就追了上去 当他穷途末路的时候 佐藤回想起昔日的松田 直接举枪对着歹徒 千军一发之际 高木及时赶到 阻止了悲剧的发生 直到那一巴掌下去 才让佐藤激醒了过来 有些人已经回不去了 而活着的人更应该勇敢地去面对自己的过去 而案件之后 佐藤一把四年前 松田留下的那一封邮件给删除了 当一个人还有人四面的时候 那也代表他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还活着